大家好 我叫彤彤 来自陕西西 有点像壁画里的少女 雍容华贵 特别像那个宫女图里面那个宫女 你知道吗 我是贵妃 你把人级别说B了 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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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贵妃说一下 这都是你的作品吗 是 就是原先的时候 我只是比较喜欢做一些木役的东西 就是像这种小的一些小饰品 就可以挂在身上觉得戴着挺好看 自从就是接触了汉服了以后 女生嘛 然后当自己有这件衣服的时候 就觉得头上特别的空 然后就想买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就是慢慢的就忘记天 但是买又特别的贵 然后就是想着自己可以动手做一些这些东西 你刚才所说的做的这些东西 能够我们解读一下它的专用名词吗 它到底叫什么 像这一种的呢 就是属于凤冠的正凤 然后就是在正中间戴的 正凤是什么角色才可以佩戴 现在就是比较开放了吗 像咱们现在穿的那种 也没什么讲究 现在是没什么讲究 要放在以前 那你穿个龙袍呀什么的 可能就被拉出去砍了 现在你戴个侧缝 人家应该不会砍了 你说一下你身上的这一套是不是 是怎样投射 这个是吧 因为唐朝人嘛 都是特别喜欢金器 就是怎么高怎么来 然后怎么大怎么来 然后怎么明黄黄怎么来 所以就是插满就行 插满的不是仙人掌吗 插满的 仙人掌带刺 我这就不带刺 它还挺幽默啊 对 这喜感 这重不重啊 重 有多重 欲戴皇冠必成其重 世上美女皆为寿 唯有贵妃一身肉 来来来 咱继续说 咱继续说 你现在是靠这个为生是吧 现在暂时是这样的 可以暂时养活自己 像一个这样的这个投尸 要做多久 买多少钱 这种吗 这种一般的话 得看什么材质 就这个 那得看咱关系 看关系 关系好 关系好 陈切人都是你的 给你闲一点 你要是关系 但其实这样子 我想进去看 因为我对视频特别有发言权 你过来看一下 要是达不到标准 也慢点嘛 这个可以做直播 你觉得她的手艺怎么样吗 如果做 如果做一个非专业的来讲 说实话 可能非常好 人家是专业的 你是专业的 人家给那个西安小姐姐 那个不导工小姐都是她做 那是关系好 就我觉得其实当成爱好挺好的 对对对对 因为就是远看嘛就还行 近看的话就是还需要努力和进步 老杜看出了什么 在你做手工手 你做直播吗 就直接去播你 暂时没有 就是因为长得丑 对很有特点 长得很有特点 你就这个专容 不要管没丑了 你就谈讨的贵妃了 你灵感从哪来平时这些东西 你经常看古装剧是吧 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汉服爱好者 然后所以就是觉得头上少点什么 就给自己添点什么 你有男朋友吗 下两分